好 那我們大概還有40分鐘的時間 我們就再開放提問 那看在場的先進或媒體朋友什麼樣的問題 我們可以再來併人來討論 我回應到剛剛有位學長所提到的這個 台鐵高鐵 因為我曾經做高鐵顧問 做了三個十年 從一開始 帶著學生做這個 運量預測 車站功能的規劃 到後來是一個財務改造 協助過交通部 做這個 我回應到其實不只是台鐵跟高鐵 路拉到台北車站 看台鐵車站跟捷運車站 就被感受到不同 雖然過去這幾年 有時候改變 我舉例來講 一到台鐵這個 這個 後車或者是 地下的這個 通往台鐵的這個長廊 它屬於台鐵的這個 這個內面牆 向來就是陰陰暗暗 不會拿來做廣告 台北車站公司說 請你把日落槍委託 我來幫你做廣告 這三年以前 台鐵都說 東巴的 不要來反動 前任這個台鐵局局長 周永慧 現在是這個 觀光局局長 其實他是非常 有企業經營跟公司治理的這個 專業 大家有看到這個媒體 都有這個報道 他做的這個轉變 所以如果 Wena這個軌道公司 應該來講 這三方面的這個不同 相對於台鐵來講 高鐵跟台北捷運 第一個是Open 對於社會Open 對於企業 自己的這個同仁Open 很多不同的團隊 都可以很容易獲得 對於高鐵跟台北捷運的Data 做分析做研究 反饋給這兩個公司 而不只台鐵管理局 上面很大的 第二是Culture Culture 從管理層面跟員工的互動 大家可以感受到 很大的不同 第三個 我剛剛講 就是公司的結構 補貼 還有財務永續的機制 不同 台鐵背負長大 龐大的退休人員的薪資 所以他的人事成本 超過百分之一百 超過百分之一百 為什麼 因為他原來的福利就很好 台北捷運公司 寄取這個教訓 所以 早就 做所謂村路分離 台北市政府 跟當初交通部 跟當初的台灣省 跟台北市政府出資 來做基礎建設 台北捷運公司 負責Operation 因為捷運來講 不可能賺錢 傳統鐵都不可能賺錢 高鐵是PPP的價格 公司合伙 因為高鐵也會賺錢 雖然我當時預測運量 這個沒有完全實現 這個百分之六十 但是高鐵也經過 合理的財務改造 是跨黨派的財務改造 這個 兩個黨都有產 那讓它體質健全 能夠 在沒有補貼狀況之下 Profitable 這是高鐵 台北捷運公司 真正以它的營收 它不可能賺錢 如果算基礎建設 可是它基礎還能教訓 公司負責經營管理 所以它每一年還有 稅後盈餘 四到六億 而且這為轉秤的優惠 轉高轉台轉公車 公車轉這個捷運的優惠 一年十二億到十五億 這是捷運公司自己出的錢 是行銷費用 雖然一開始百般不願 他說為什麼要把我的錢 拿給我的敵人 還被公車聯運 捷運公車 可是整個公民書體系 是一體的 經過這樣的一個思維 那它在負擔它 未來二十年的重置基金 八百這個叫零六十一 所以它體質蠻健全的 所以這三個方面來講 台鐵都陷於一個困境 所以非得公私化 我想這是第一個這個回應 我希望能夠回答您的問題 當然後面背後 還有很多很有趣的課題 那接下來那個 周主任剛剛提這個 合攝經濟 我是深有感受的 我講一個方面 是一個distorted convenience 是一個扭曲的方便性 可是它產生的這個社會 我剛剛顯示出來 3.172 GDP 的社會損失 其中死亡人 死亡人裡面佔80% 收穫70% 俄羅斯特的歧視 每年都發生 這個社會的代價 太高太高太高 我把這個報告 拜託 我們小汽車使用者 他只付出60% 他應該付出的代價 阿免當市長 就做這個報告去 市長說 聽你用台語跟我講 到底什麼樣的意涵 所以我媽媽原名人 不太會講台語 我說摩托車要移輸人行道 摩托車要限速 摩托車要付出停車費用 小汽車要增加停車費用 每一步小汽車都要付出費用 阿免社長說 太棒了建議了 讓我第二屆再來做 讓我第二人再來做 馬英九上人之後 我再給他做同樣的報告 他說聽你用中文來跟我講 是什麼意思 講完之後 他說太棒了建議了 我第二人一定會來實現 還好他找到我們同期的曹宋明教授 認為有好的點 從火車站 補習街開始推動 從台大校門口 周邊開始推動 讓摩托車移輸人行道 可是還沒有收費 全台北市目前收費的摩托車 收費摩托車不超過3% 你相不相信 這是事實 我把這數據就告訴科幣 科幣 科幣哪得了 這不公平 不公平的環境 要開始對摩托車收費 所以他去年開始宣布被我洗腦 後來經過兩年才發現太困難了 我們先從摩托車開始做起 全台北市的汽車 也有超過40%不用付費 我想我們詹學黨很清楚 我們在市政的永續發展委員會提了很多次 我提這句就是說 我在具體件裡面提到經濟手段 我們因為一年開始的選舉 讓我們所謂的政治家 他不敢面對一個事實 就是我們用很低廉的方式 決定讓民眾受賄 事實上愛之適應害之 明明要公司化的決策 換了一個交通部長 馬上停止 明明要合理的調整 應該有的費率 二十多年不調整 部長換一個部長 就會改變 當然我們交出來的學生 現在在交通部裡面 擔任很高的職位 也沒有發起責任 沒有說他應該正門單位說的話 所以做了一個老師 我也要再願意跟各位說抱歉 沒有消耗我的學生 我可以取很多類似這樣的例子 我也非常贊同剛剛從歷史上我講的 Ironically 我還領導一個團隊 現在正在台灣發展自動駕駛車輛 桃園農博會內部自動駕駛巴士 就是我的團隊發展出來 還幫台灣要致敬一個 無人駕駛環境的科技應用 所以我剛剛聽到 這個洪駛市場談這些 真的心有感 很大的感觸 希望我們可以有更多 這個 這個 這個合作 那 呃 呃 所以剛剛談這個 呃 這個 剛剛張教授也 張志祺長也談了這個 之後 怎麼來推動 當然飛安會跟 呃 我都瞭解 飛安會跟民航局 原來主管這個 民航安全事務的 從一開始 有敵對的這個狀況 慢慢變成一個互補 然後分工 反而造成這個民航局的職能 功能 更強化 那 確實需要 您剛剛提的這個 呃 面對這個 實際的這個問題 那功能上的這個強化 啊 這個是非常 重要 他們經過好幾年之後 才會 才慢慢釐 彼此的角色 跟尊重彼此的這個職能 我是蠻贊助您剛剛提的這個 這個 這個報像 來上這個服裝 啊 謝謝 我很高興那個 張主任 哦 有這樣的一愧 也希望能夠真的 記取這樣的 lesson 開始對我們的這個 後備晚生能夠加入 包括 黃老師所提到的 第一堂課應該說 這個 這個 風險管理 以致於負面 內向思考 所以 其實 我覺得 這個是一個整個一個社會設計的問題 因為我自己本身在日本工作過三年 我剛開始去的時候 還沒有正式 開始工作 Foo Time 我為了省交通費 我去買了一台腳踏車 等到我拿Foo Time 得到Pay的時候 我就不騎腳踏車了 為什麼 因為公司規定 只要你有打工 時數以上的條件 你的交通費都是公司買賬 以至於可以報賬 以至於政府變賬 所以沒有人奔到自己花油錢 不要說是騎摩托車 開車 連社長他都要報賬 因為開車自己要花油錢 光是這樣的設計回過頭來 我們看我們的垃圾處理 當有垃圾袋這個事情 我們的火力花電 當時的預估 就不必要了 或者就少了 這個是民 原性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還不到工程 回到一個社會設計 這些事情上面怎麼用 也不要有太多道德訴求 我覺得那個東西是加碼 根本性的我覺得就是公共安全 或者公共衛生 這些事情 包括小學不能有二氧化碳 也要進去 法律為什麼要限制人權 為什麼在大學就不敢這麼做 或者不能這麼做 因為它有一定的便便能力 跟行為能力 我想就是這個 回到一個非常基本的人性的 一個社會設計方面來講 我都不覺得有什麼管理的這樣的一個高度 或者難度或者深入 我覺得這個東西 就可以很多的例子來反推可以做的事情 馬上就去做 而且不破錢 那最後我覺得 對那個房的runner 我覺得非常好 但是那個絕對不是追哨子 我覺得保守 或者是保障性 消極性的 那是追哨子好 反過來是像導單 我覺得這個名稱也不是太好 我倒是比較希望用區塊鏈的這個mining 就是礦工 但是你要給它礦工幣 當在我們的一個系統 所有的系統沒有過保險 在這個保險的制度底下去設計一個 讓它有一個放 去鼓勵那些所謂的導彈子 可以從系統的這個 跑在前面 類似於說我們在訓練賽狗一樣的類似兔子 我覺得它一定能夠達到一定不是導彈 而能夠先找到問題的這個可能 我想運用區塊鏈大數據 剛才其實已經談到很多 用大數據的高度去看問題 那這個東西 遠慎也去預防 它是比原性還要 因為大數據沒有情緒 沒有人情 它是非常的AI的一個 Different learning這樣的一個條件 我想好好去運用這個東西 除了個工程程式軟體以外 擺脫原性的弱點這些事情 可以做得到好好的事情嗎 其實雖然這個 張教授這個 slide 提到大數據 跟AI 那這個當然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透過這個來做一個智慧的交通系統 那我記得在2010的時候 兩台陸客遊覽車在伊蘭大學的過程 調到山谷邊去 大家還記得那個場景嗎 那後來應該是內政部 這個強制把全國的這個災難資訊做一個控告 之前是放在這個學界 關愛這個部會裡面 大家都不願意拿出來 所以現在降到一定的營量 車子就不能出城 降低這個災害的風險 以及降低糾難人免的風險 那我們今天談的其實一開始 大家可以看到 都是一個distorted system 有幾位老師大概提到 都是一個扭曲的整個系統 這扭曲的系統包括價格 包括關 包括決策 包括驗收 包括關掉APP 這都是一個非常扭曲的系統 台灣的現狀就是這樣 這樣扭曲的系統 長期下 就是讓人們要upgrade到一個轉型 一個先進行的經濟社會 是很困難的 我覺得這是我們的現狀 然後包括低的價格 包括剛剛張老師特別提到的這個 部位手掌換 政治都推動不下去 台灣沒有一個長期的 引領的這樣的一個 次度跟政策的價值 換了人就換了腦袋 所以我們面對這樣一個distorted 扭曲性的系統 包括剛剛這位學長提到的社會的設計 怎麼樣用新的制度的設計 包括BORONO 包括這個先行者 到制度的創新 如果能夠一個改造 我覺得台灣是可以做得到 大家想想看1998 我剛剛跟學生提到 1998的時候 陳學編當市長的時候 說要戴安全帽 很多人就說瘋了 這個政策根本不可能 台灣這麼熱怎麼有可能戴安全帽 對啦 那馬英九當市長的時候 推動垃圾分類 這個也推了 各位到世界各國去走走看 台灣有很多制度可以介入的東西 但台灣面臨的是說 很多災難發生 重複在發生 重複在運作 所以我還是覺得 我們真的要來思考 譬如說伊朗大學2010 那次讓整個災難資訊系統 做了一個統整 那這一次普悠馬號 也是非常大的事件 到底我們會改變什麼 這個是非常看到的 那高雄細胞當然就是一個 我們剛剛看到 我們剛剛這個瘋家樂 報告 我們看到這個系統的轉化 還是很困 我們在 我們瘋眼中心 在高雄細胞的第一百天 出了一個轉述 叫永續之上 我們在檢討各種的問題 那我們台灣面對這樣的一個 轉型 到底是困境 跟大家提到的各種idea 其實這個都需要非常多的人 來創立的 來推動 那我們看看還有其他的問題 有沒有其他的想法 這位 請先走 剛剛有選擇 剛剛有選擇 還有那個提到那個 人家瘋墊 因為也有本次功能 選擇 那這個 因為里漢瘋墊 它的那個 海床的取量 它的密度不太夠的時候 它會導致那個 打了那個機裝 深入不足 所以有的它的那個 機裝旁邊 就只好去堆一些 那個小火塊啊這些 但是那個長久遠 它這個承受得住 承受得住 我想大家序里有助 那它這個 海事工程的話 它這個 驗收的困難度 是 那也是一個 這個相當的考驗 所以說這個 我跟你講 應該也要把 畫一些 F像是 能夠關注 謝謝 好 對不起 那個台灣環保聯盟 理事長 劉世堅教授 謝謝 還不敢 我在台灣環保聯盟 有這些 那以前我也在 房東所念書 覺得今天這樣 是很有啟發 那麼 剛剛 就主任的提到說 我們是應該 來能夠更多的 資訊的揭露 或是 以及更多的 相關的研究 那麼 如果以機車這個議題來看 真的 似乎這個 研究的資訊 非常地少 也非常地被公佈 但是我不知道 今天的媒體能不能把 像剛剛的不少數據 來公佈 那這個公佈 還希望能夠引起社會的 重視跟討論 那麼如果社會重視跟討論 那麼它當然就會變成 一個壓力 或是政治上的壓力 那麼我們是希望 是朝這方向 我們社會媒體 也能夠來多報導 一點 六點是 對於機車這個問題 會很奇怪 好像大家怎麼都一直是忽略它 因為機車除了所謂安全 剛剛已經提到 那麼它有提到環保 我們社會很多的環境品質的類化 尤其都市地區 其實跟機車有關 很直接的有關 那環保署當然是談到 所謂的機車排氣管 那個排放標準的超標 有時候我也很納悶 你用一個側排氣管的方式 要來管一千三百多萬輛的機車 這是很荒謬的 你怎麼去管一千三百萬輛的污染者 排放者排氣管 那一定要用不同的觀點去管理 那什麼有定期檢查 貼一個什麼 綠色的這個標籤 那就讓它 就不管它 好像我已經煽盡責任了 那當然在另外一個 一個方面是說 那不是環保署在管 應該是有交通部用政策在管 那這個意義 多多少少也有人提出意見 但交通部從來沒有面對機車的問題 那機車的問題 唯一一個最大的一個宣誓 就是 似乎是行政院長提了說 我們在2035年 機車能夠電動化 無油化要淘汰 那這個是一個蠻政策的 那除了這個我似乎從沒有聽過 任何政府高層對機車A的重視 那這個機車呢 事實上我們知道 它除了剛講安全環境 事實上它是一個重大產業 那重大產業 事實上它本來也有社會責任 我會覺得這樣的觀點 面對機車的這個議題 是不是有需要引起社會大臣的關鍵 那麼它當然 如果這樣講書 它也就是一個系統風險的探討 改進最終 跟建議 用這樣的想法 謝謝 謝謝劉老師提 서�loe Press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 1300 多萬輛的機車 雖然現在轉型到電動機車 它的社會責任 包括未來的電動機車所產生的交通安全事件 好像應該採取規劃 包括他有其他負擔的社會者 應該是並來思考 知識揭露 剛剛特別提到知識揭露的部分 我覺得我們現在台灣進入到這個階段 除了成立這樣的一個運輸安全委員會 或是類似的委員會機制 除了專家審議之外 我們從工研智慧中心的角度來看 我們還是認為應該可以透過民主參與 現在的專業委員會 其實有一個部分是要多聽使用者 或多聽利害相關者 他們的意見來做一個決策思考 當然在事故鑑定的時候 這個是非常科學專業的 但是在平常的決策 或決策的爭議的過程裡邊 因為有一些過程會牽涉到科學上的確定性 這部分怎麼做決策 這個時候事實上我們可以臨近比到 創新的公民參與的角度 來強化這樣的一個審議 這也會讓這樣的一個交通運輸安全 發展成一個由下而上的一個決策系統 這是我想我正在這邊做一個想法 那不知道同仁還有其他的想法 就是說有一些事情剛剛提到說不一定要很大的改革就做得到 我們看這一次的事件之後 大家要觀測就是說年底或是過年前 假設我們這個社會是有反省的 那就是不可能無限加班 不可能用政治來決定在同樣價格裡面 由政治人物來施壓說我保證每一個我會加班或什麼事 這每一個就是很大的風險 完全沒有反省 所以新的地表院如果要講這個 一個是如果加班是超過工作時間 也就是八點到五點的這種時間外的 那就一定是比較貴的 如果需求那麼多在監峰時間你一定要自己 那也一定比較貴 如果沒有這個怎麼會有安全 我們的票價這個事情 有什麼法律是可以政治人物做決定就可以不找價 這個就是安全最大的危險 如果已經發生這麼大的 還不這樣 那是很難改的 我想說大家來想想一下 那就完全社會沒有關係 那就準備又下一個更大 剛剛講台鐵跟高鐵 最近在台中發布 然後就開了加班車 或是現在的自由座 請問高鐵的設計自由座上是可以站的嗎 這符合安全嘛 那為什麼讓它再發生 這種高速鐵路上 No seat no passengers 那我們台灣都可以 那你可以再種一下的這個危險 那你怎麼運輸這個 到底是不是加車廂 還是加班車 現在都不管 然後加班車叫做全自由座 這是非常無負責任的 也就是說一個高速鐵路在國際上 一個高速鐵路都沒有辦法 讓每一個要坐的人有個位置 然後隨便一起坐 這是不可思議的 所以我覺得這幾件事情給大家參考說 我們到底從小事情有沒有去反省 然後高鐵是不是在台北關 然後它產生的風險 以後的災難是更大 所以這些事情我們就看 我們就看行政部門 檢討寫的洋洋撒撒可能會有一個報告 右手這樣寫 左手又在做這種 大政府的作為說 我有很有能力告訴你 只要花這個一百塊就可以這樣完成 靈敏那可能要兩百塊 那這個是我們 我給大家今天的座談給大家講說 這個想想看 連德國的國體 該體都要體 該 slow down 就要 slow down 監工時間的 一點到一點的價格 就跟利益工是不同的價格 那我們適合的人 就是我們常常是超乎 人定勝天 就超乎自己 就是證物人物在講這個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什麼根據的 那我們就跟著這樣做 所以這些這一次看到的事情 我們看看年底是誰在講說 台北高雄要加班多少 有點沒問題 我有疏力 請問那個代價在哪裡 加班費在哪裡 那在多倫多的街上的街車 時間到了 司機就在那一個站交換 因為公司就是這樣 我們再怎麼樣司機都要開到站 這個都是 就是台灣人就是萬里的 都可以 就是說我們是有辦法 人家就是不行 人家八點鐘到了 在這個站他就在那邊等 上來 這些都很簡單的事情 可是我們應該都是 今天有監委 去查查看有沒有違背法律 過度擴張法律的提示 這個事實是這樣 就是公司跟價格 是在一個條件之下存在的 那我們都說我們條件不一樣 還是要維持這樣 那這個就是 應該是系統貢獻的一個象徵之力 給大家做查看 好 那我們還是繼續開發提問 有沒有同仁有其他的議題 我們這個會 直播之後 我們還是會放上YouTube 讓這樣的發言 產生影響 我想我們台灣在做變革 今天來的媒體不算多 因為大概都去拿選戰 去爭這個收視率 所以台灣的問題 一直都存在這些重複 那也就是說我們剛剛講的 這種扭曲的系統 繼續用扭曲的方式在做制度 就是台灣真的是非常大的危險 我覺得我暫的時間太多 不過其實要回應 那個張老師的這個部分 因為事實上本來 雙駕駛是要 回憑那個退休的車長 但是礙於他 因為如果這樣子 會影響到他的月份 法律上說 如果他要再月收入的話 他的月份會被停掉 但是為什麼不能再跳出來 這些退休的 我想不是只有車長 可能是航空也好 各種大眾的退休這件事 因為我們現在退休下來 都還很健康 還很活躍 不只是可以在一筆錢 其實上參與社會的連結 我覺得都有意義 他們可以成立一個派遣公司 他們可以成立一個勞動活動事 他們可以成立一個 Anyway 這個就跳出 委員派解決是跟公司委外的 但是也要付比較高的薪水 遠勝於拼命加班 因為加班也要比較高的給付 但是他還是危險的條件還是在 我覺得這個就解決了問題 因為我想要回應 洪文林空老師的這個部分 我想有最簡單的設計 這些發表其實就讓 研究生去做論文吧 我想不是連架合同 但是我覺得這些是東西 絕對可以做論文 模式班不行 碩士班總行 以至於 入文發表之後 一定有出版社會很有興趣 去把它印刷出來 或者把電子放上去 我覺得這樣的資訊介入 大家會自我設計的 但實際上我們老早就要這樣運用 我們得多當個學生 當作研究生意 經常幫老師幹這種事情 所以絕對有資源 只要願意做資訊 哪怕一些這些鄉民 他們都是做爽的 但是都扮演了一個相當的角色 我想應該給他一個Mind me the fund 來reward或者bonus給他 我覺得更有很多自由工作者 願意去make it 我們現在看起來真的做不到 但是民間可以幹幹事情 謝謝 好 謝謝 那我們知道說 剛最後我談到說 如何創造符合台灣 這個科技社會的一個特色 一個技術知識與實務 那在國際上 其實大家一般對台灣的印象 就是一個高科技之道 那我很好奇是怎麼來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們做很多半導體的 但是其實回顧我們在台灣 這邊所產生的一些知識生產 就是說我們做什麼研究 然後我們發展了什麼新的知識 確實我們的政府全台灣的人民投入很大的部分在所謂的科研上面 但是其實現在正在問的問題 就是可以想辦法用的 這是稍微不太一樣的思維 所以剛剛這個先進談的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把這些東西回饋到我們形象可以做的事情 那談到政府對於公開資訊的責任 台灣是有資訊公開法的一個要求 所以我們也有很多的團體在監督政府關於各方面 是不是見到說讓所有的公民可以很簡單的去找到他所要的資訊 那舉例來說最近還評的還說書 他們就把很久以前全部通通都上網了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之前呢 之前對於網站有一個測試 以前是選三項 不過我想現在選就是三個Click 大概大家都fail 但是大家可以試試看 你認為應該在網路上找到的東西 在你認為的政府網站裡面 是不是能夠我們放回給五個選項之後 能夠讓你找到 其實這個是政府對於資訊公開很重要的責任 所以我非常同意先進講 就是說其實很多資訊在那邊 但是呢 除了我們自己自發的 台灣有非常有名的公民科技的群體 就是臨時政府G&B 那這個是全世界受到大力讚揚的 那也是我們台灣社會一個特殊的土壤 但除此之外 我們希望都是股政府不足的 希望就是像剛剛張老師提到的 有新的想法先做給政府看 然後政府你得拿去做啊 不就是我們大家所期待 我們大家所違則的政府嗎 所以我想這個是兩個不太一樣的事情 那我這裡要小小的提醒一件事情 就是剛剛提到機車的這個 在台灣社會站的重要性 那它在某一個程度上 那我們還是必須很重要的回到說 今天一開場 張老師講的 形式一個人權的展現 大家如果常出國的話 你會看到在歐洲火車常霧點啊 然後就消失啊 或者到哪邊旅館 沒有電梯啊 要走路啊 那人行道也是一塌糊塗 所以看到說我們在台灣 確實確實 一某一種程度上是非常非常的便利 那這個便利是說我們到底願意付多好的代價 能夠也許少一點這些便利 或者把這些便利做一些適當的再分配 會這麼說是因為台灣其實因為人口的關係 其實大量的讀書化 所以期待一個快速的移動 所以現在東雄到台北 我覺得兩個小時你要出現在我面前 這是可以接受的 然後我們那個公家系統不付計程車費 那這個其實都是對於人的一個行動的一個剝削 那我們已經習慣了這樣子的文化之後 所以說過年過節 中國人雖然就是這樣子中文化裡面 你雖然說三大姐大家平常還在見面 Line 上面定一定要想說不停 可是我就覺得說 三個小時我要從台北移動出現到屏東的家裡 這件事情是我的權利 我覺得這個其實我們可能會想 沒有忘記了說 在台灣的山區自從公車不開之後 很多地方是沒有共同講通的 那東部也不用講 跟西部來講是非常的弱勢的 那我們是不是有辦法重新做一個分配 那這個其實也牽涉到說機車為什麼在台灣這麼重要 而且在社會學家思考裡面 它一直有一個弱勢族群的需求 一方面是我進行 supportive 謙权其實 slab 一方面是有權利 也多一方面是過大擴張的這種自由 那大家知道在笑話就是在南部 就是去菜市場買菜騎機車的 就大家就照我的意思 反正就是它在每個地方都可以提 就是屁股不用從機車上面下 全部菜市場買完完就回家了 那这个就是过度扩张的自由 所以我们如何再重新调配这件事情 而且坚固到说各种社会变迁 社会变化人口结构变迁下的一个型的人权 我觉得是现在很能讨论的问题 台湾这个科技社会它的特色就是说 好像相当的不稳定 但是也表示我们的能动性 in the sense 其实还是比很多社会是高的 所以我对台湾的社会其实有非常大的期待 谢谢 我想今天非常地谢谢几位先进 还有在场同仁来参与这样的活动 从20年前我们大概看到台湾 台湾经营卡托 然后经济的发展到经济转型的困境 到现在政治社会转型的困境 到现在能源转型的困境 到现在气候变迁 然后不断的死案的事件 不断的灾难的事件重复在发生 所以台湾的确是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关键性的 其实不是现在 我在想是应该是 应该是90年代之后台湾面临一个非常关键性的转型 那这样的转型 刚刚我们无论从实物或是理论上都看到 这样转型是面临很大的挑战 它会有非常多的利益的就割 有非常多的这个我们的改革的障碍 那这些的确是需要很多公众的压力 那我们再来看一次就是说 这些改革跟障碍 譬如说台湾的机车 大家刚刚刘志堅教授特别提到 机车跟机车产业 汽油机车跟电动机车 这个产业的利益很庞大 跟他的社会产业 我现在这个都是冰山的一角 那这些的转变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做 那我们就不能期待一个大众 所以我想从我们今天有两个面向 一个是从我们从政策上进行批判 从这个整个风险的管理 甚至到风险决策 风险治理 然后刚刚特别先前特别提到了 整个管事的文化 整个风险文化 整个台湾面临这么多的变革 面临这么多事件 鉴定事故出来还是改不了 到底这改不了的文化因素 刚刚刚跟远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有非常多的面向 我想这个是大的解脱性问题 另外一个到个体 特别刚刚大家也知道 我们台大这位学长也提到社会设计 其实这是一个知识产出的过程 那台湾如果已经进入到 每一个公民都能够进行这样一个知识的生产 那这就是一种知识的自我介入 这样知识的生产怎么促进我们在决策上 能够有更多的产业 而且是合并的产业 大家一起来设计 未来在这个都市里边 未来在整个城乡差距里边 未来在整个比较高层级的国家的政策 交通运策里边有更多的讨论 我想台湾应该是一个很活跃的民主体系 但是所以就这样一个知识生产 事实上是可以从我们个人来出发 我想我们台湾更需要更多大家的情绪 那个TPPoint就是那个转捩点 一直累积 大家看一看 一直累积有一天总会翻转过去 那这知识点为什么累积了这么久 一直没有翻转过去 我想这个也是需要大家一起来推过注来 那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来参与 也谢谢我们媒体朋友 也谢谢我们在场的几位老师 我想我们把这个做一个记录 做一个思考 希望潜在的对于台湾现在在滚动选战 这个议题我认为撒钢的 大家就不会再谈独有马尔 现在新闻已经竟然越美了 所以这个怎么样进行一个 累积性的一个变得 我想我们今天做一个时间点的记录 大家一起再来努力再来翻车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的台湾风险社会论谈 最发展给 谢谢各位的参与 谢谢我们在场 谢谢